66. 經濟日報 夏季概念股熱力四瀉冷氣、飲品 線上游戲 旅遊營旺季 2015年7月14日市場密動 C.E.王淑爾 台北報導由於超級盛英年共搬夏季高溫 今年氣溫不斷飆高並創百年紀錄 引動四大下季概念股火熱包括冷氣機、線上游戲、旅遊休閒及清涼飲品等 特別是冷氣機需求爆量、冬圓1504及瑞士等受惠最大 全球聖英效應來襲、印度、巴基斯坦因熱浪傳出災情 台灣雖然未有高溫熱浪致死亡情況 但今年台灣夏天炎熱情況相當罕見 往年各式電風扇還能撐過一個下季 但今年已無法達到光溫效果 使得今年冷氣機需求量異常的爆量 若目前要申請安裝新冷氣 則需排隊半個月以上 冷氣機銷售量將寫下好成績 目前冷氣機大廠東園及壓縮機廠瑞士都加班趕工 將直接貢獻營運 六月變頻冷氣銷售比去年同期暴增高達五成 窗型冷氣六月銷售也激增 七月銷售業值將較六月再成長 七月、八月為夏季學生暑假也是線上遊戲業者的大日子 業者都已推出大作應戰 根據統計、線上遊戲股有骨子、心象、Picklink、宇進等 獲得法人買超 骨子針對暑期旺季推出遊戲改版及玩家活動 其中紀念新風之谷、新馬旗在台營運十周年 已陸續舉辦紀念展及玩家見面會等活動 吸引玩家目光 同時公司旗下遊戲大作天堂 C.S.O.絕對無力 跑跑卡丁車也在七月改版 至於暑假為旅遊休閒旺季 歡唱的好樂的及國內餐飲、旅館 美食、國賓及黃品等往年都在暑假股價上有所表現 其中好樂的為K.T.V.連鎖業者 目前全台有五十二個據點 並持有國內另一家K.T.V.連鎖業者前季約百分之二十六股權 等於是全台最假佔的K.T.V.業者 另外,相關清涼飲品已進入逆銷高峰 國內飲料大廠統一及零售銷售通勞端統一超 全家等張秀慧